大家好,今天先谈谈NCC的事情 就是新闻比较多的一个标题 都是谈到NCC又把中天给否了一下 也就是我看新闻是这样说的 中天新闻台被关掉了 但是中天它还有一个综合台 综合台也希望能够播一些新闻 但是被否定掉了 被NCC给否定掉了 好几个报社,好几个新闻的标题 都在提到这个NCC这个事情 文章我就不读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简单 就是NCC它是控制在菜手里边的 因为有一些文章说不服啊 说你NCC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啊 在台湾哪有中立的机构啊 中选会中立吗?不中立啊 NCC什么时候中立了? 什么时候也没有中立过啊? 都是假的 无论是NCC也好 中选会也好 所有的行政单位都听一个人的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NCC想播新闻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你就是那个综合台啊 播一点什么电视连续剧啊 播点什么八卦的就算 你要真去碰政治 它一定不让你干的 这个很简单的 只要现在这个假民进党不下台 这个台湾的言论自由已经没有了 唯一有一点点的就是 你还能看一个YouTube 等有一天过两天 直接把YouTube给你关掉了 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未来的趋向就是这样 你只要威胁它 你只要说它不好了 你只要揭露它贪污了 到最后都给你关掉 这个毫无疑问 未来这几年 只能向着越来越独裁那个方向去走 绝对不可能再恢复什么 所谓的言论自由 所谓的民主社会啊 台湾已经没有了 还让你说两句话 让你在网络上说两句话 已经很不错了 他要想封YouTube也很简单了 直接封了就完了 中天现在在YouTube上 走得还是不错 为什么呢 其实它这个新闻台啊 我觉得走网络 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连轴 可以不停的时间在播 而且这个中天新闻 在网络上走 它的范围就更大了 你比如说它的很多的观看的族群 就不仅仅限于台湾 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去看看中天的一些新闻 它有重复播的这种滚动新闻 这样的一种特点 所以不管什么时间你可以看到 所以网络操作确实也是一种新的模式 但是这种网络操作呢 如果它要想封你的话呢 也很容易就封掉了 你比如说中国大陆 它就看不了YouTube 它必须要翻墙才能看 所以我们这个YouTube播出的节目呢 大陆的朋友他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台湾暂时还能看到 是不是有一天台湾这个地方也看不了YouTube了 这个很有可能 我觉得在它这种独裁专制的统治下 将来总有一天就把YouTube直接给你封了 技术上它很容易 就跟封脸书似的 一个破脸书还能让你发两句言 你还能说两句话 它要想封你的账号 要想用关键字封你 非常容易 现在这种科技啊 它既给你提供了所谓的方便 其实为它控制你也创造了条件 所以NCC这个否定掉了中天这个事情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 本身中天逐渐逐渐的 它要把你把它挤出去 都把你挤到这个网络平台 到最后有一天 网络平台一收网基本上就没有了 杂音就没有了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还能说一天就说一天吧 但是中天这个网络精英的模式和网友互动的模式 其实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还是挺认同的 至少在台湾目前的新闻台里边 唯一可以说一点真话的应该就是这个中天新闻了 中天电视了 其他的不用再看了 没法看 当然我们做新闻评论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看一点 说到新闻评论 就是因为有网友留言啊 说我这边的新闻总是比别人慢 对啊 正确 我们是慢 一个本身我们北美的时差和亚洲的时差 我们就慢一天 今天我们看到的新闻等我们再播出来之后就是台湾的第二天了 这是第一 第二 通常我们做的是新闻评论 所谓新闻评论就是我们先看新闻 看完新闻就某一些观点某一个热点话题把它做一个解读 在我们做解读之前还要去做一些功课 比方说要查找一些资料啊 看看历史啊 另外和一些相关的朋友们保持一些沟通 就是帮助观众帮助听众做一些深度的分析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不可能制快 我们一定要在后面 一定要把功课做的差不多了 觉得这个东西有道理 或者说有解读的有分析的道理的时候呢 我们才把这个节目放上来 所以我们这边就新闻话题来说 一般都比亚洲那边滞后一到两天 这都是可能的 第二我们还有一些节目呢 其实是制作完了 制作完了以后呢 我们上传之后呢 在YouTube审查的时候呢 卡壳了 卡壳了以后呢 我们就放在那个地方 就要进行或者是改啊 或者是删截一些什么东西啊 等等等等 做一些处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只是放在那个地方 大家看不见 但是我们要等到它审查通过 才能够正常的播出 有些节目呢 播出都是两三天以后了 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新闻的话题会滞后 这个也是正常现象 下边一个话题就是 也是前两天的 就是高端公司告某人了 而且告这个动作呢 哎呦都来了 调查局啊 金管会啊 甚至什么 我看警政署是不是也要告一告啊 一大堆啊 所有这些行政单位 我们都搞不明白的行政单位 都要出来要告 告什么呢 就告某人把某个文件给曝光了 而这个曝光这个文件呢 就是对高端所不利的文件 什么所不利呢 就是高端这个疫苗啊 不光是高端了 还有联雅了 这个疫苗前面不是说 他们通过了二期临床实验了吗 不是给解了吗 那是他们说 现实当中呢 我们看到一些报告呢 是根本就没解 二级临床实验都没通过 根本就不满足那个 就没有达标 这个就是真实 而他们曝光出来的文件呢 恰恰就是在说这件事情 就是你根本就 二级解决根本就没有通过 你没有 所以根本谈不上三 三级临床都别谈 二都没过 哪来的三呢 就是把一个真相告诉大家了 我觉得这个文件 不管怎么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真相 但是这个高端呢 我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去告 这个告呢 这个手法呢 就像彭老师刚才说了 就很像菜在告人 菜要告人就是 我国家机器都会听我的呀 我要告你呀 而你看高端 它是一个什么公司 它是一个私人公司啊 私人公司要求这么多的 国家的机器 去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人 而且告这个人呢 是因为他把一些真实东西 给曝光了 那首先说 他曝光这东西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话 有什么可告的呀 当然周一寇这个名字 又扯进来了 又说什么 特务都来了 这个中共都来了 又来了 这话题又来了 没什么中共的 没什么特务的 就是有一些 有良心的人 他看不过去了 他觉得你太不像话了 不能这样去欺骗台湾的老百姓 忍无可忍 所以将一些文件公开出来了 仅此而已 但是让他们一说呢 又来了 中共 特务 什么什么全来了 他们的声音还挺大的 这个事情我们看完以后呢 我觉得 高端这个公司 他之所以这么大动作的去告 他就告诉我们的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呢 高端也好 联雅也好 这里边有蔡阿阿的私人股份在里边 有他的利益在里边 他才会这么干 他们也知道 他们这个高端也好 联雅也好 最大的股东就是蔡 所以他们才敢这么做呢 如果他们不这么认为的话 他不可能这样做 从侧面就告诉我们了 蔡和高端和联雅 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联系 利用他的权利 他可以封锁一切消息 高端也好 联雅也好 他们都知情 知道我们大老板就是蔡 反正你要想揭露我们 我们就大规模的用国家机器整你 这个动作就说明这个问题 说明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什么疫苗 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什么上市公司 它就是蔡用来洗政府资金的一个白手套 或者说根本就是金手套 蔡要利用这个高端也好 联雅也好 把它能控制的政府的资源的钱洗过去 透过它再转移到国外 转移到海外 透过海外那些再把这些钱都消化掉 这个因为刚才网友也有问 私下也有问这个问题 有人揭发了 说蔡这些钱大部分都转移到了美国了 那根据我的观察分析呢 美国是一个通道 它是透过这个渠道呢 先把钱洗到美国 到了美国以后 二次就打散了 它不会集中在一个地方呢 你去看看当年那个巴拿马文件 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里边 对吧 为什么要封存照封 这里边都有很多的问题 他们随便在海外 开一个空投公司 开一个账号 到了美国以后 这钱啪一洗 透过他们的金管会 他们所控制的渠道 这些钱就洗出去了 他们现在洗钱的手法呢 比陈水扁要聪明很多了 陈水扁那时候也这么干 只不过陈水扁洗钱呢 手段比较拙劣 最后有一部分钱 就让人给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呢 不就拿回来了吗 陈水扁贪污 而蔡现在呢 洗钱的方法很高明 他利用很多所谓 合法的手段洗出去 陈水扁洗什么 洗那些什么国务机要费 蔡公开洗上千亿 直接往外洗 透过了合法的交易 合法的买卖 合法的走动 但是一走出台湾以后 这些钱就 瞬间就消失掉了 这个 你就很难去查它了 它会化整为零的 让你看不到的 其法 你很难查 你要费多大公布 才能查出来啊 所以这个高端 告某某人 就告诉我们蔡 利用高端 利用莲牙 直接作为它的金手套 洗钱 这是一 二 高端莲牙 这两个疫苗 根本就是垃圾疫苗 还有什么 外边订货了 什么菲律宾订货了 什么这个哪个订货了 哪有啊 都是自己瞎忽悠的 没人订货 本身一堆垃圾 现在这些人呢 左手操作这个 所谓的垃圾疫苗 蔡哥哥疫苗 右手呢 玩这个AZ 玩莫德纳 BNT来也玩 他们一个公司在玩所有的东西 在这个玩 左手玩高端疫苗 右手玩AZ时候 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很多东西的一个融合点 你完全不可能知道的 这个就是当疫苗二次从高端发出来的时候 可能不是AZ了 这是我一直的怀疑 所以台湾这个所谓的国产疫苗 其实现在就死了 就不要再想了 但是呢 它可能明面上死掉了 底下已经出来了 这个可能性极大 极大 就以这帮人的品德 他们干得出来 前面我说就像干猪肉一样 换个包装 对于他们来说 很简单的事情了 贼想得到这一点 好人想不到 但是贼想得到 贼知道换一包装 你就给我打 这两天行政医院又发消息了 说这个疫苗够了 别买了 哪够了呀 2300万台湾人民 要都打完两剂的话 这4000多万呢 现在算了算 才1000多万 能到手的 为什么说够了 这个就是有 所谓的台湾国产疫苗 是可以随时补充进来的 外边订了这么多 几十万几百万的瓶子够了 这些瓶子 在倒倒倒倒的话 就倒出来 2000万了 这个很简单 所以现在就不进了 不要再买了 但现在有一个话题 没人追踪 没人追 就是在台湾购买的所有的疫苗里边 只有郭台铭他们的BNT疫苗是公开的 我一记是30美金 其他所有都是不公开 不公开就是里边有问题 问题很简单 都已经知道了 5美元的5$的AZ 甚至0$的AZ 白送给你的 这边80$打出去 这个东西他们一直在干 都已经干的 现在已经干的 钱都转移的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只要日本免费的要 美国免费的要 没有问题 只要免费给我都要 为什么 那不用付钱吗 他们底下假装买了一些东西 钱已经走掉了 来了多少货 不重要 反正钱拨出去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所以行政院现在就配合他 苏贞昌配合他说不用再进口了 够了 我们已经够了 言外之意就是进了一千多万 在联雅高端的拿两千万过来 三千万够了 谁够了 他们那个自己人够了 老百姓有没有不知道 老百姓打的是真的是假的 不知道了 包括你看在这个NCC审中天执照这个事情 都这个话题都出来了 NCC都说 你们说施打疫苗死亡的 你们不负责任 难道不是被打完疫苗以后死的吗 这个 这假的吗 这不就是真的吗 人好好的打完疫苗死了 你说跟着疫苗无关 你也说得出口 中天不就报了点信息 说这都不真实了 你必须得说 所有打疫苗死亡的人和疫苗无关 这个你就可以 是这样吗 这个世界是这样吗 明明是跟他有关 明明一个好端端的人 打完疫苗第二天死了 你公开说无关 那跟谁有关呢 这个他们越这么干 说明整个这个系统 都已经被蔡灌输了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呢 疫苗一打就死 跟疫苗无关 为什么 因为打进去那个疫苗 可能不是AZ 打进去那个疫苗 也很可能不是莫德纳 很可能死那个人的疫苗 就是高端和联雅 太有可能了 只有这样做贼的人 才不让别人说呢 如果他没有做这个贼 他为什么不让别人说 为什么不去调查一下 去化验一下 去研究一下呢 因为他知道结果 所以他不让别人说 这些反证呢 你都看得出来 他越盖着越掩着 越不让说 越说明那个东西是真的 逻辑就是这样 逻辑判断 逻辑分析就是这样 所以这帮骗子 什么都骗 猪肉骗 疫苗骗 采购骗 金钱骗 现在就是狂捞 未来这两年之内 洗钱 就是他们主要的工作 把钱全部都洗出去 洗到外边去 他们的金管会 这些银行 关股银行 都在配合他们洗钱 因为他有权利 可以封存 就像封存照封案似的 我都给你封了 我让你不知道 怎么样 没招吧 有人反对吗 没有人反对 不可能有人反对 因为谁反对 我就把你给弄进去 我就查你的水表 或者谁反对 你也有把柄 算在我手里边 你也洗了钱了 我也给你钱了 小恩小贵就都给打发了 所以台湾这个NCC 最后结论就是叫脏CC 就是这样 肮脏的一个机构 精彩饿饿的 不是一个什么公正的机构了 最后一个话题呢 是有人说 民进党堕落到这种程度 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我觉得很正常 本身现在这个民进党 不是民进党 刚才和陈国勋先生 也说了说话 他说他们发现 现在这个民进党是蔡宁文带过来的国民党 他认为是直属于李登辉的国民党过来的 我和陈国勋先生讲 我说你怎么今天才发现呢 晚了 早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2020年的时候 票还都投给了蔡呢 其实这个东西早就应该发现 政治东西啊 他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 他这个脉到底怎么走过来的 其实是能看得出来 也能想象出来 而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这个并不复杂 他是研习了过去国民党那种做法 而你从现在人员的配备就看得出来了 他那几个干将 但那几个主要的控制了金管会 控制了国安会 这些人其实都不是民进党人 都不是纯粹的民进党人 都是他们的国民党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民进党人还以为说 我们民进党怎么怎么样 今天才看清楚来 其实这个已经有点晚了 看出来 因为他已经把民进党的所有的权力 都已经给控制了 把真正的民进党人已经打掉了 已经没有了 剩下两个人踩在脚底下不敢说话 他就是不敢说话 刚才郑国勋先生说 台湾人民有反抗的精神 有反抗的历史 我呢 不是特别的认同 我现在得到的一些信息呢 就是台湾人民很爱钱 给点钱就很温顺 从现状来看的话 也是这样 绝大多数 我说绝大多数 因为这种一个社会运动 它不是靠一两个人 比如说在台湾 有彭文正老师 有钟晴 有曾淼洪老师 或者还有一些 在高雄的一些年轻人 这些人不够 这是人的数量很少 就是一种暴政 一种独裁统治 你要推翻它 是有另外一种方法的 并不是说靠这种 叫文人造反 文人革命 仅仅是理论上的 或者是抗议抗议 这个其实解决不了 什么历史问题 从历史上看的话呢 没有一些大的动作 很难让一个社会 重新再转型 现在台湾这个社会 被莫名其妙的转型了 转到哪去了 转到了一条邪路上去了 贪污 公开的贪污 腐败 公开的腐败 撒谎 公开的撒谎 公开的造谣 公开的欺负老百姓 这些都成为合法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把这个社会 再重新的把它拉回来 那难度很大 靠正常的普通那种 传统的方法 应该是不行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社会呢 就是有它的 很大的问题存在了 现在这个问题呢 很难解决 原因就是说 他已经被慢慢慢慢的给带偏了 这个就是跟台湾人的人格特质有关了 他不会造反 台湾造不了反 蔡也吃准了这一点了 他认为 国民党时代不是都选择服从吗 他现在用的就是这一点 今天我蔡哥哥时代 你们不是得服从吗 因为你不服从我就弄你 这个就是权力 权力的肮脏就肮脏在这个地方 而蔡把这个肮脏的用到极致 所以台湾这个社会 很多人现在他慢慢的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还好啊 虽然是晚了一点 但是还算是醒过来了 但是醒过来 他们发觉他们没有办法了 因为已经政权已经牢牢的让你帮 小偷骗子给控制了 这种情况下 这个社会你看看 有网友留言说 现在不想说实话了 是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不光在台湾 我跟你讲在其他地方也是 当你有一天看到了这些政府在撒谎的时候 你就会告诉自己 我为什么要说实话 哲理就是在这 不仅仅是台湾了 在台湾 大家现在有一些人明白过来了 所以呢 有网友有些留言 有一些表达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 其实像这句话 我们在其他的西方国家 早就体会到了 既然政府都这样 我们干嘛要那样呢 有的时候社会啊 伦理道德啊 就是这么被带偏的 被什么人带偏了 被那些当权者 而且当权者真的是一碗水端平吗 司法真的是公正吗 我们说司法是伦理道德的最后防线 你看看哪个国家司法是真正公正的 可能没有 我这么认为根本就没有 彭老师说了 英国法庭推迟了 对吗 公正吗 那这个就是司法呀 给你推迟 美国法庭到关键时刻 哗给你关门了 没有不开 你来不接待 这个就是司法 当这些所谓的司法 把他们那个底线 展现在民众面前的时候 人民想那个话题是什么呢 我还要相信你吗 连那个地方都不能相信了 那你就不用再相信任何人了 司法都不相信 你还相信什么呢 没有 所以社会道德 社会伦理道德 今后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是走偏的 但是拉不回来 没办法 个别人的好人 逼狼为仓 越来越多的人会逼狼为仓的 社会就是这样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 就是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